清水区的东山里因为受到了地势跟机场的阻隔 常败视为是清水的偏远地区 但是当地里长政委 即使如此 乡亲也是要有良好的生活品质 因此争取在机场的周围铺设休闲步道 并且在有限的经费下 在去年完成了400公尺的部分步道 而这天明代则邀请了相关单位来会刊 要在争取经费将步道延伸 也让居民可以享有更完整的休闲空间 寒冷的天气里 清水东山里的乡亲人聚集来听取简报 他们关心社区里的景观步道能否延伸 享受更完整的休闲空间 东山里是属于清水的最东边 最东边因为受于清水岗的危险的 清水岗机场 刚好夹来在清水到东山的中间 我们要照顾其他海风阳错无错才会下到清水 那相对来讲是变成一个清水的偏乡地带 那偏乡地带的话 就是想说能够提升一下里面的生活品质 所以才来争取这个步道的建设 东山里锦铃清泉钢机场 去年在去工所的协助之下 在机场围墙边完成了400公尺的休闲步道 但碍于经费无法铺设更多 因此明代找来相关单位前来会刊 想办法争取补助来完善 将步道长度延伸成一公里 那过去有一条短短的这个步道 那里民都觉得那个太短了 走路其实走一下就到了 其实没有怎么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啊 希望整个步道争取二期的预算 也就是让这个空军连队的这个围墙的步道 可以再继续往下延伸 那这个总经费大概我们会从中央的水保局 争取大概1000多万的预算 来把这个步道把它延续做下去 农村水保署这边 对农村社区的居民的生活品质的改善 也有相对的责任 那对我们看起来是 这是非常可行的 对这边的帮助也很大 因为机场及步道土地是军方所有 驻守清泉钢的空军三联队表示 在相关设施没有国安疑虑下乐观其成 这个案子将由清水区公所拟定企划后 向农业部申请经费 并与军方签订合约无偿使用 期盼未来社区的生活品质能得到适度提升 记者赖一银台中采访报道 期待